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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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妹妹大家平安 我是陈志弘牧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 是要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在财务的管理上 成为上帝好管家的真理 今天是第十四集的课程 我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 投资红绿灯 关于这个主题 我想先问一个 可能不少基督徒想问 又不太敢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基督徒可以追求快速发大财吗 基督徒可以追求快速发大财吗 请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本身 问题本身就暗示大家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 就是大致 第二个关键就是快速 那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保罗这样告诉我们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读得仔细一点 圣经并没有说什么呢 圣经并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是贪财是万恶之根 就问这两个说法有没有差别 这两个说法是有差别的 圣经并不禁止我们累积财富 相反的从某个角度来说 圣经鼓励我们要积蓄财富 在箴言的二十一章的第五节 他说殷勤筹划的 逐智风域 行事及造的都必缺乏 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殷勤筹划 然后我们就可以风域 风域代表我们是富足的 不过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不要以追求累积财富 成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的目标 不要让金钱的多寡 成为我们心情快乐与否的关键 不要让金钱成为安全感的所在 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工具 可以用来供应我们自己 我们家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可以用来帮助邻舍朋友 用金钱来拓展上帝的国度 我们也可以把金钱用来自私自利的 满足自己的享乐的欲望 对周围的人需要视若无睹 所以好像中国成语所形容的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食骨 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会决定 金钱会成我们的祝福 还是金钱会成我们咒诅的关键 我们再回到我们所问的问题 基督徒可以追求迅速发大财吗 这个答案是基督徒有可能致富 但是基督徒不追求迅速发财 特别是不追求迅速发大财 基督徒富有与否常会经验到 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个有点吊诡 叫做是非而是的真理 那个吊诡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16章25到26节 他这样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所以凡是以赚大钱为人生目标的 结局怎么样 通常是没有办法发大财 而且即使这样的人 最后真的发了大财 但是赚得全世界 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划算吗 其实不太划算对不对 反过来呢 一个人的一生的目标呢 如果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摆上 不追求发大财 反而呢 会经常得到富足 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上帝呢 会很放心的把更多的财富呢 交给这样的中心的管家去管理 因为他不单自己享受 他也可以把他祝福跟别人分享 所以上帝呢 乐意把这样的这个更多的财富 给这样的人管理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 是非而是的真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这个 开始讨论这个投资的红绿灯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红灯 就是我们要学习 什么是当避免的投资 什么是当避免的投资呢 首先我们要避免的投资 叫做短期高利润的投资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呢 摊财是万二之根 摊财的表现是什么呢 基本上摊财的表现叫做迅速致富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呢 就是风险呢 跟收益呢 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呢 你想要选择高收益的投资工具呢 你就必须有个心理预备 就是相对呢 他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说的白话一点呢 如果你想一下子赚很多的钱 有可能怎么样 一下子赔很多的钱 那个股票就是一个标准的高收益 高风险的投资工具 绝大部分宣称有高利润的投资呢 其实怎么样 都是骗局 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呢 有这么好的赚钱的机会 他为什么不自己赚 他还要告诉你呢 所以基本上呢 高利润的投资呢 都是有高风险的 那一般呢 这样的这个投资呢 会有三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他会宣称呢 他有很好的利润 而且这个丰厚的利润 有个很大的保障 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告诉你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基本上呢 这个就不太成立 好第二个呢 你必须要很快做出呢 参与投资的决定 让你呢 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了解投资的内容 或是调查呢 推销这个产品的人的背后的背景 推销的人会大言不惭的告诉你 他是帮你忙耶 哇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你不把握呢 就要给别人 他是在帮助你 所以你要必须马上立刻做决定 第三个呢 他几乎不提赔本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投资呢 不需要你去操心 你只要把钱放进去呢 就会有人帮你怎么样 赚大钱 请问天几下 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基本上是没有 好 甚至呢 有些时候呢 像你推销这个投资计划的人呢 可能还是基督徒 或他自称他是基督徒 他还会告诉你呢 你其中一部利润呢 你可以奉献给教会 这个支持教会的建堂工作 或是呢 奉献教会去做一些爱心服务的工作 所以当你赚的钱越多呢 你就可以奉献更多钱给上帝 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事工 都需要经备的支持 每年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 因为投资在投机性 或者是呢 诈欺性的投资当中呢 上市了他们很多的财富 有很多的老年人呢 因为相信迅事祝福呢 的投资建议呢 把他们的一生的积蓄都赔光了 为什么在别人的眼中 看很清楚是骗局 当事人却看不出来呢 答案很清楚 就是贪婪 迅速致富呢 其实就是贪婪呢 经过包装之后呢 比较漂亮的说法 这个需要很快赚大钱 这叫迅速致富 其实就是贪婪 贪婪会让我们的眼睛怎么样 受到蒙蔽 以至于呢 我们看不见非常明显的危险 在旧约圣经的民宿记呢 这个有个故事 讲到一个这个异教的先知 叫做巴兰 那巴兰呢 有些时候他是可以得到 上帝的启示跟小遇的 但是呢 曾经有一次呢 灭命的天使 三次要杀他 他看得到看不到 他看不到 反而呢 他取了驴子到看见 这岂不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吗 他是一个先知 他看不到天使要杀他 但是一头驴呢 反倒看见了 为什么巴兰看不见天使要杀他呢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怎么样 说服上帝呢 让他可以咒诅以色列人 好 得到摩押王巴勒 应许要给他的很多的金银财宝 所以呢 他就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那第二种呢 基督徒应该避免的投资是什么呢 就是赌博 跟这个购买彩券 因为这两种方式呢 也都是想用怎么样 很少的钱 然后短期呢 迅速自负迅速发大财 赌博问题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说 十赌呢 九输 而且赌博很多后面呢 都有这个欺诈的手法 成立在赌博当中的人呢 很多是倾家荡产的 妻离子散的呢 大有人在 那么买彩券呢 买乐透呢 其实想买彩券的方法 自负呢 其实也是原木求鱼 因为买彩券呢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赌博 不过呢 那是合法的赌博 由政府呢 来做庄家 基本上呢 买彩券得奖的金额跟几率呢 远低于呢 那些购买彩券所花的钱 要不然政府 为什么要经营乐透呢 为什么要经营彩券呢 当然是政府要赚钱嘛 当然不可否认呢 是有极少数的人呢 似乎是很幸运的呢 得到大额的彩金 就是买彩券的这个卖点 就是你可以一戏致富 或者呢 我们用一戏报复来形容 这就是买彩券的 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呢 即使你是那个千万分之一的 这个幸运得主 那是不是好运的开始 不见得 常常怎么样 常常是厄运的开始 美国呢 因为他买彩券的这个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呢 有人就针对呢 这个得到大额彩券的得主呢 日后的生活 做了一些研究调查 他们发现呢 这些得到大额彩券的 他们日后生活过得好不好 他们大部分过得不太好 离婚的 身重病的 然后被谋杀的 或者呢 钱花光了 变得非常穷股的 潦倒了呢 为数人还不少 这个因为容易得来的钱呢 也容易这个花掉 但圣经并没有明文的禁止 我们不能买彩券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呢 这些买彩券的丢子妹就是犯罪 只是呢 我们要很小心的省察 我们买彩券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我们想买 花小钱呢 发大财呢 那就是出于贪婪 我们要记得保罗的提醒 贪财呢 是万二之根 我们说有当避免的投资呢 逆向思考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有接受的投资 有合一的投资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有些投资是亮绿灯的 我们基督徒呢 应该成为上帝呢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但也包括我们要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所以我们除了要明智的消费 我们要这个当省则省 当用之外 当用之用之外呢 我们要懂得储蓄 我们要懂得呢 投资理财 为将来做预备 为了一些符合上帝心意的需要呢 我们还是可以定一些 储蓄投资的目标 进行呢 理财投资的行动 所以接下来有一些 合一的投资目标 我们是可以来思想的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为了要 供应家庭的需要 提摩泰前书五章八节 这样告诉我们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幸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所以对一般来说呢 这个供应儿女的成长 教育的需要 跟奉养父母呢 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这样的义务 对基督徒来说呢 也不例外 那对现代来说呢 这个儿女的这个教育费用呢 其实是比以前高出很多的 另外呢 我们的父母的平均寿命呢 也比以前高出很多 所以相对呢 我们所背负的 这个经济的担持呢 也会比以前沉重许多 所以面对这很多不同的经济需要呢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以后 退休后的需要 我们需要呢 规划储蓄投资计划 而且呢 早早的开始行动 越早开始储蓄投资呢 将来的收益越大 我们就可以供应我们自己 我们的儿女 我们父母的各个方面 不同的需要 那其实我们投资理财的 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我们在财务上呢 没有羁绊 我们可以呢 自由的侍奉上帝 储蓄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呢 这个对薪水的依赖 所以当上帝有些时候 感动我们呢 要义务的呢 没有酬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 可以遵循上帝的旨意 如果呢 我们的储蓄投资呢 可以产生利息 收益越大 我们就可以减少呢 这个对工作的依赖 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呢 他非常早呢 就开始投资理财 所以后来呢 这个他中年的时候 他的妻子呢 罹患癌症 那他的妻子治疗到某个阶段呢 他就辞掉他的工作 专心陪伴他的妻子呢 进行各样治疗的努力 那可是他仍旧呢 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忧虑 因为他过去的这个投资理财呢 已经足够呢 这个他的这个生活许用 而且呢 供应他孩子呢 继续的求学 有些基督徒呢 很早就累积了足够的退休金 所以他们就选择呢 提早退休 然后呢 他们在教会当中 或是在社区当中呢 担任志工 他们投入很多的时间呢 来传福音 来做关怀别人 帮助别人工作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这个 这个目标 我们要这个 好好的去服事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 投资理财的计划 而且去执行 好这样呢 我们可以减少呢 我们对这个工作上的 这个薪水的依赖 我们有更大的自由 可以服事神 服事人 好再接下来呢 为了事业上的发展呢 有些时候 我们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那基本上 圣经的原则呢 不鼓励我们去借贷 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些储蓄跟投资的计划 等到呢 我们累积到足够的资金 我们进行企业的扩展的计划 我们自己拥有的资金 跟向银行借来的钱 发展事业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当经济面对不景气的时候呢 自己拥有资金的企业呢 可以支持比较长的时间 只等到怎么样 景气回春 这个再度上升 可是如果你向银行借钱呢 很多的银行为了避免坏账 常常是我们叫做晴天借伞 雨天呢收伞 所以很多企业就会陷入呢 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然后不少呢 以倒闭来做收场 所以如果呢 你的事业未来有扩张的计划 那么先进行储蓄跟投资 那累积足够的资金 或者是呢 你工作的性质 需要更多的专业的训练 才能够更上一层楼 更有竞争力 那么进行储蓄投资的计划呢 你可以累积了足够的进修资金 那届时你可以放下工作呢 一段时间 比较长呢 可以专心的这个进修充电 没有生活上的这个担忧 但哪一种投资呢 都是有风险的 不论是股票 基金房地产 包括呢 放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呢 也是有风险的 不要以为银行是不会倒的 银行也是会倒的 现在台湾的法令规定呢 如果你的钱存在银行 银行倒闭了呢 你的最高保障是什么 300万台币 超过300万台币以上呢 对不起 那个中央存保公司呢 是不理赔的 所以当我们进行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多元化的投资 好做什么 分散风险 传道书的11章1到2节说 当将你的粮食 撒在水面上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7人 或分给8人 因为你不知道呢 将来有什么灾祸 淋到地上 为什么要把粮食 撒在水面上 而不是撒在地上呢 可见把粮食 撒在水面上呢 不太能够要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我们要参考一下 这个上下文 传统呢 都认为 传道书的作者是 所罗门王 所罗门 作王的词代呢 他积极的进行很多海外的贸易 所以把粮食 撒在水面上呢 指的是什么呢 把粮食装在船上 运到海外 进行海外贸易 所以呢 十一章第二节提醒我们 进行海外贸易呢 不能只跟一个客户做生意 现在客户信用很好 经济实力也很雄厚 但是呢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有些意外的灾害呢 不是人可以预测 或者是掌控的 所以你要多跟几个不同的客户呢 做生意 分给7人 或分给8人呢 可以分散风险 即使有其中一两个客户的财务出状况呢 你还可以从别的客户有所收益 这跟我们听见呢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呢 放在同一个篮子一样呢 这种说法呢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完美的投资呢 没有风险的投资呢 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采取呢 多元化的投资方法 来分散投资的风险 怎么样来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呢 那这个方面 大家要去请教呢 投资理财顾问 但是呢 有几个这个简单的原则 大家还是可以参考 哪些原则呢 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呢 假如说我们有债务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先还清高利息的债务 这方面的这个原则 我们在第四集的课程分享过了 那我们今天呢 要进一步呢 解释一个东西 叫做保险的问题 那我们要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保险 其实呢 下面有个图 那这个图的人生阶梯呢 是很多人努力的方向 首先呢 当我们在贫穷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这个过一个安稳的生活 那当我们生活安稳无余之后呢 我们追求小康的生活 当我们生活小康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富裕 但最后我们希望怎么样 我们可以一辈子呢 无忧无虑 所以当我们达到一个阶段的目标之后 我们会定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往下一个目标前进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是只升不降吗 其实不一定 对不对 顺利的情况会往上升 但是有些时候呢 真实的人生怎么样 我们叫做有升有降 有时候呢 因着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呢 会导致一些产业呢 被淘汰 公司工厂呢 会关闭或者是裁员 或者因着我们个人的因素 罹患了一些重大的疾病 或发生一些意外状况呢 都会让我们陷入一些财务的困境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从富裕怎么样 变成小康 对不对 或者甚至呢 变成这个仅仅那个生活安稳 甚至落入贫穷里面 那当然 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这个设法解决财务问题呢 因为我们有一些储蓄 我们可以先动用储蓄 在接下来接受亲戚朋友的帮助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申请政府 民间各样的社会资源 但是如果时间拖的很久呢 我们就要卖房子 甚至要借钱呢 才能够过生活 我相信呢 没有人希望沦入这样的光景 所以呢 假如有保险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功效 保险呢 是这个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防护网 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 让大家呢 一方面可以彼此帮助 一方面呢 可以鼓励大家呢 为自己负责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把大家的保费呢 集中在一个这个保险公司 来统一经营管理 当有人生病 或有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领到呢 相当金额的理赔金 帮助他度过那一段时间的经济的危机 那每个人说领到金额的大小呢 跟什么有关呢 跟两个方面有关 一个是他遇见事故的大小 越严重的疾病呢 领到的钱越多 因为他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呢 会越大 这符合呢 这个这个各局所需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另外一个 他领到钱多寡呢 跟他的保费有关系 他投保的这个金额越高呢 相对的呢 领回来的保费呢 越多 这符合呢 各尽所能的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呢保险呢 这个这个制度跟做法呢 非常符合格林多后书八章 所提到的呢 这个均贫的原则 那我们这个要花多少钱 在保险费上呢 我们要看我们的个人的年龄 我们的需求 跟我们的经济能力而定 那这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请教呢 这个保险的这个从业人员呢 来为我们量身定做 不过有关设立这个投资目标呢 我们还是有一个提醒 什么提醒呢 就是我们要设一个上限 就是呢 到了这个储蓄或投资的上限呢 我们可以把原本我们收入当中 要用来做投资这个储蓄的金钱呢 转作为奉献 或是其他方面消费的用途 为什么要立个上限呢 立个上限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成为这个守财奴 或是落入呢 贪得无怨的陷阱的理念 俄国的这个大文豪 他曾经得过呢 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写过很多的小说 很多的书 他曾经写过一篇叫做 人需要多少土地 这样一个短篇的小说 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第二的时代呢 有个出身农奴的俄国人 他非常的努力 认真工作 省施检用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存了足够的钱 给自己赎身 不再做奴隶 那从此之后呢 他就租别人的田去耕种 那继续努力 更加的省施检用 所以到他壮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有足够的积蓄 他就买了几亩的凉田 他就成为呢 一个小小的地主 然后继续呢 这个吃苦耐劳 省施检用 他的晚年呢 他就有几十亩的凉田 甚至呢 还有别的那个农奴呢 帮助他耕种 他不但呢 淤实无缺 而且怎么样 还丰富有余 一般人呢 那到他这个年纪怎么样 多半是富贤在家 移养天年 可是他仍旧呢 积极地在寻找 增加财富的各种的机会 有一天他听说呢 这个南方靠近乌克兰的地方呢 有一大片怎么样 黑幽幽非常肥沃的土地 地上涨的麦子呢 哇比他田里的麦子怎么样 又粗又大又饱满 那这一望无际的 这个肥沃的土地呢 是属于一个偏远的部落 那这个 这些人呢 他们对金钱的交易呢 这个了解的很少 所以你只要给那个组长呢 一小袋黄金 他就可以把你 一天矫程当中 所走路程可以围绕的土地呢 整片呢 卖给你 用一小袋黄金呢 卖你一天可以走的 那个路程的土地 所以那个农夫呢 就算了一下 一袋房金呢 是他的积蓄的十分之一 然后一天的路程 哇 这个可以围起来那个土地 哇 是他现有的土地怎么样 几十倍 那何况 那边的土地呢 比他现在的土地 更加的肥沃 所以他就带了一小袋黄金 跟一个最强壮的仆人 他就赶到乌克兰去 到那个部落 那个组长呢 很热情的接待他 也证实呢 传闻当中所说的 这种交易方法 是真实的 不过呢 多加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呢 假如说你日出的时候出发 你没有办法在日落的时候呢 回到原出发点 那对不起 这个金子是我的 但是土地呢 不能给你 因为你没有回到原出发点 你就会一无所得 那这个 这个老农夫呢 想一想看 这个条件怎么样 这个条件很公平嘛 因为这个一天要走的路怎么样 很大 所以说假如你没有任何限制的话 的确是这个太过不合理 所以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他就把那一袋黄金呢 交给那个组长 然后挑了一个 看起来最肥沃土地的方向呢 他就约了第二天的早上呢 在那个地方呢 跟那个组长见面 第二天早上呢 他就起来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早餐 当那个第一道晨曦呢 晕入他眼帘的时候呢 他就急急忙忙的 带着那个最强壮的仆人 跟一些木桩呢 连跑带走的出发 因为前天晚上 他已经盘算好了 一出发他怎么样 先往北走 等到太阳升起到 四十度阳角的时候呢 他就向西走 然后接近这个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他停下来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再向南走 然后太阳落到四十度阳角的时候呢 向东走 然后回到原点 他就可以在这个肥沃的土地上怎么样 画出一块正正方方的这个土地 所以他就出发了 他跟仆人呢 边走呢 边打桩 可到了应该呢 这个向这个 左转往西走的时候 他发现怎么样 哇前面的土地呢 更加的肥沃 他就想了 没关系 我就继续往前走 我不一定需要一个 长长方 正方的土地 我需要的是肥沃的土地 可是呢 他继续走呢 哇土地越来越肥沃 害着他怎么样 一直往北走 快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怎么样 他只好怎么样 放弃 舍不得呢 开始往西走 然后呢 因为他已经这个单言了 所以他决定怎么样 中午不休息了 一个小时不休息 他就边走呢 边吃 然后呢 这个继续往西走呢 他就发现呢 这个太阳快落到四十度阳角的时候呢 他应该往南转 对不对 可是算一算 时间呢 这个时候往南转呢 出发地点在他的左边 他怎么样 能够回到原出发点呢 时间不太够 所以他只好怎么样 放弃这个原本想 用一块正方土地的这个想法 他想三角形的土地呢 有比没有好 可是这个决定呢 还是太晚 眼看怎么样 太阳就快要下山了 他还是看不到出发点 他就拼命的跑 这个 他就叫仆人呢 把那个木桩丢下来 他又饥又渴 是不敢停下来 喘不过气来 这个眼看呢 太阳已经这个下山了 可是山顶上呢 有一群人呢 在那边挥手 哇 鼓励他 那夕阳的最后到余晖呢 这个已经快到地平线 他正伤心的时候 发现 他们在那边叫 他想 原来那个地方呢 那个比较高 还看得到太阳 他就继续拼命的跑 终于在太阳那个地平线 下去的时候 他跑回到原点 他终于回到原点了 他得到那个土地了 可是就在他跑回原点的时候 他就倒地不起 这个弃绝而死 这个族长呢 跟他的族人呢 跟这个后来赶上了农夫的仆人呢 就拜三桶呢 帮他挖一个坟 六尺长 三尺宽 三尺深 托尔斯泰呢 没有再交代呢 那个土地后来归谁的 因为那一点不太重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求主帮助我们 殷勤的工作 有计划的储蓄 聪明的进行 多元化的投资 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 定一个上限 因为我们的安全感 真正的来源是上帝 我们的富足在上帝的里面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可以从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为了供应家人的需要 为了可以没有经济上的 后顾之忧 自由的服侍你 求主帮助我们的投资 有良好的收益 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 一个知足的心 不盲目的追求 累积无尽的财富 反倒成为金钱的奴仆 帮助我们以你自己 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求 阿们 祷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